近日,2013世界葡萄酒皇后中国区总决赛在广州落幕,北大肖花袁佳怡加冕冠军,成为中国首位葡萄酒皇后。 她将在9月底代表中国参加2013世界葡萄酒皇后全球总决赛。 据悉,袁佳怡的父亲在北大医学部照相事工作,找熟人,脱关系,把袁佳怡送进北大医学部二本。 袁佳怡第一次高考并没有考上,经过一年复读,考了400多分,直到接到北大医学部二本的通知书。 袁佳怡自称是北大朔博联督生和哈佛肯尼迪学院研究生,而据哈佛大学官网的消息, 袁佳怡只是一个短期自费项目中的一名计划学员,在该项目中不能选课,也不能得到任何学位。 而且,该计划成员一般都是中国人,甚至还有一些在金融机构等地方工作了的人。 类似北大清华老板班值里的都金场所,总而言之,是只要给钱就能去。 每个计划项目长度似乎只有半年,所以它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哈佛学生。 北大女神袁佳怡,2008年购入一辆甲壳虫,2009年购入一辆奔驰C300,军委北京牌照。 袁佳怡自己有一栋富士公寓,据说是自己工作挣出来的,女神总用女神的活法,每一到两个月就去香港出差一次, 每次五到七天,每次出差所住酒店和所购买的奢侈品,均在网上晒出。 在风雨后,请相信有彩虹,风风雨雨都接受,我一直会在那里,整理八道。